大家好,莫老师来当医生,快十来年了,经常听到有病人打电话过来,有人打到地上是要急救。 那么今天告诉大家一个方法,不管什么原因打到地上,这个人不能动了,而是心跳马上停止了,都不要担心。 莫老师教你的方法,不需要技术炫慰,也不需要针灸,那所有的人学完了以后,一定会超过现在的医生,可能是九十岁的老中医,他都不知道的,我现在告诉你哈,非常简单,如果说有一个人打到地上,我敢说在旁边绝对不止一个人,至少会有几个人在那里看。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到,把这个病人的这个手拿出来,那个任何人的手呢,都有个手肘,然后接下来吧,你让他把这个人病人的手肘呢,手拿出来,拍打这个手肘,就这样拍打。 然后呢,你就拍到这个地方,两个人同时这样拍打,不管是拍到一分钟醒来了,还是两分钟醒来了,三分钟醒来了,有些病人快的话,一分钟就醒了,有些人两分钟醒了, 但是刚醒了的时候,这个人还没有恢复正常,一局拍的什么状态,他反抗的不得了,然后他可以跑在情况下,恢复的正常了,以后,你才能放下。 那么这个方法一旦做完以后,不管什么严重的病,关系新脑血格没发作,新梗发作,脑梗发作,那么你这样处理完以后,他好了以后,没有任何后遗症的,左右莫老师教你的方法,让一个人恢复到他原来的状态。 那么第二种方法,就是非常简单的,我们人有一个扶口,看到没有?这个扶口这个位置,你推不动了,这个地方扶口这个位置, 扶口这个位置,翻过来,这个扶口对应的这个地方,大于这个地方,你用力按,怎么按呢? 你这个时候用了,大拇指,这个地方按,用力按多少呢?要把这个人病人的手按在地上的那个很硬的位置上。 哎,如果说你手没有力气的话,你接下来要拿一个东西出来,一个笔也好,或者说一个棍子也好,或者吃饭的筷子也好,这样用力,哎,看好哦,这样用力按,用力按进去,用力按进去,连续按多小下呢? 一下,两下,三下,四下,五下,六下,七下,八下,九下,另一个人,一般按到七八下的时候,他心跳停止的情况下,七八下就启动了,他会喊很痛,这个时候你再按一下,九下,这个人醒来以后,已经很正常了,但是你再加上刚才这个拍打的方法,他很快恢复得特别正常, 他帮助很多人倒到第三次,手脚冰凉,很硬邦邦的,不能动,然后你这个按完以后,他醒来了,心跳已经停止,已经启动了,这个叫起始回生,回生以后在拍打这里的时候,有很多人很厉害的时候,拍打这里的时候就会出息,出息也拍打,拍打拍打,他的手脚就开始变热,慢慢的就变软,然后不能动的能动,努力拍打,他恢复得比任何医院强势的速度也快, 这个是中医,在七七多年前,就流传下来的,虚拳的抢救的秘密,不需要学位,不需要针灸,不需要记得,所以觉得这个方法,任何人抢救完了以后,一定会康复如初,没有任何后遗症,你这样做了以后,叫做基督行善, 你这样做了无数的好事,很多人很多人都因为你收益,好了,我是莫王月莫老师,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视频以后,就让大家学会,出门多救几个人,莫老师,每一年差不多就十个人,把这个东西告诉群里面的人,如果群里面有五百个人,就能一年救几个人,好不好,今天讲这么多。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,右上角点击搜索,输入早晚看点,点击早晚看点公众号,关注后免费进内部群。